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都是不太爱听 觉得对自己冲击比较厉害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鬼使神差 反正就怎么着 没事 但网上也就是你的 他就又来又看了 他随着时间的推移 看个个把乐 挺有意思 讲的确实挺有意思 是这么回事 也有的人说 好像你什么都知道 你就中南海 你天天在中南海生活 我没去过中南海 没去过 没进去过 那时候开放咱也没进去过 但中南海的外墙边上 小时候石头撒过尿 那是真的 河街上撒尿 那干过 那事干过 那时候小不懂事 咱就这么讲 那时候小穿 那我说的意思就是 在我们现实的环境当中 我做节目当中 很多朋友在问 说你写稿啊 把文字如何如何 我一直跟大家讲过 我做节目没写过稿 一个字都没写过 那今天发生了任何事情 我们看过之后 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了 就跟大家分享 也有网友提到说 石头最大的本事就把根本不搭嘎的事儿 他能给传到一块儿 一点都不搭嘎的事儿 给传到一块儿 听起来还挺顺耳 中间没有跳跃着 原来民间有一句话 话不好听 所以咱们就得转变成好听的话 就是说 那话不太好听了 人中发生的 社会当中发生的一切事情 文化 经济 政治 科学 新闻 反正你能数得过来的 对吧 这个 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 你工作 学习 所有的事情 它都在人的这个层面当中发生了 对吧 它的基础在人本身 它的基础在人本身 开飞机 坐汽车 开火车 坐飞机 无论你做什么 它都在人的层面发生了 它的基础都是服务于人 有人说不是 是为了赚钱 对 他得让人买 人觉得有价值 他才能买了 对不对 他又不是人民日报社 人民日报党员必须得看 强盗那是 对不对 魔鬼 他逼着你干 对不对 所以你入党的时候说 我要得好处 因为不入党就不会有好处 但你入党的时候一举手 我愿把我的一生献给党 生是党的人 死是党的鬼 那么神经病 你换来的东西 现实的利益 发一个死识 说我必须要生是他的人 死是他的鬼 你跟你媳妇都不说这话 你怕你一辈子给你耽误了 对吧 你跟媳妇发的事 说完这话牛烂地蹲一边去 刚才说的什么呀 现在的社会价值观是这个价值观 所以人们为了利益 我说人们为了利益和好处的时候 说了一些晕头胀脑的话 就像昨天巴西队踢球似的 第二个球一进去就有点发晕了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才去给党宣示 无知就是力量 这无知建立在人的层面上 有知识的概念的基础上的无知 仅仅知道人的层面的技术和知识 而内心中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无力而不往 这个应该怎么说 奋勇值钱 活着干死了算 这样的观点叫无知 无知者才去宣示 向党宣示 用自己的生命 去换取自己的利益 有人说 哇 没瞎说了 人的一生中能够发誓的誓约的概念 结婚的时候 夫妻之间是个誓约 对吧 那对父母之间的有着类似誓约的概念 人死的时候 或者上庙里的时候 那是誓约 但不能轻易说的 今天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都来了 那我说的意思是 那如果我的节目 我自己之所以不写任何稿 那我说出的话可都是我自己心里的感悟 所以不同的朋友 无论你是谁 我们之间是生命之间的碰撞 内心中生命的碰撞 我没资格 我更没条件 我也没那可能去要求你听我的 看我的 这么多人来 是朋友们自己愿意来看 对吧 我没本事 要求任何人 没那本事 但为什么你来 为什么我能够不用写稿去说 那我自己也跟大家讲过 我这一点上只能说感激我自己的师父 师徒如父子 师父的父是父亲的父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这都是练武术的 练靶式的 修炼人的行话 民间行话 你到北京去 你到故宫后头捅在河那 你看他练八卦的 练太极的 只要稍微那什么一点 到景山去 别去景山那皇帝 掉 歪拨树掉死那块 那棵树早没了 没那棵树了 我就说这意思 你到那些真正练传统的 练武术的人 你都会听到这样的话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仅仅是我去理解 师父告诉我的道理 对生命认识的概念 但我的理解 有我非常局限的地方 如果没有这种局限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也不可能没局限 对吧 所以正是我个人 在修炼当中的体悟 而这个体悟 是生命境界的升华 那我用这样的概念 跟大家交流 我们人中发生的 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它自然能连通在一起 因为它不会站在 具体的政治经济新闻历史 所有发生的一切 不会站在这件事情 本身上去说 而是换一个角度 尝试着用人本身 生活的层面去说 网上有篇报道 这么说 中国官场人心惶惶 在近期在中国 每天都传来官员落马的消息 反腐浪潮之下 官场人心惶惶 不少官员选择低调行事 说或者干脆退休 以保证安全下庄 也有人心里不堪重负 一死了之 是这么回事 今天当今天是中国 是中国 今天的中国 是过去的中共官员 成为了中共官员人的屠宰场 这话说的有点狠 心里的屠宰 为什么屠宰 为什么被屠宰 哥们您 咱不能说娘们的不好听 哥们您当初呼三喝六的时候 肆意盘剥他人的时候 肆意图害别人的时候 肆意杀虐的时候 肆意玩弄其他妻女老小的时候 他人的妻女老小的时候 今天就是你的抱 狠吧 人说说话狠吧 那么的节目 做了这么多年了 当初我们提到 善恶有报的时候 当初我们提到 类似的事情的时候 那不是你也挺狠的吧 祖国的强大大屁股崛起 这是我常说的话 2008年 出现毒奶粉的时候 四川大地震砸死孩子的时候 我曾经跟大家描述过 四川大地震刚刚发生的时候 我个人是相当早的看到了传出的照片 最不能让我接受的一张图片 就是个女孩 当然有一个是小孩的手了 而另外一个女孩 穿的蓝色和绿色的衣服 被砸在了倒塌的校舍的衣服板下面 就这么弯着腰 砸在哪 人还站着 那上面站着一个 是消防队的人 是什么 那是我永远不可能忘记的 因为我当时的想法 为什么没有人去帮他 人已经死了 对吧 为什么没有人把他 就这么扶下来 为什么死了一个孩子 还让他这样去待着呢 那张照片现在在网上找不着了 而在通体举国上下 在宣传大屁股崛起 百年奥运的时候 是奠基在屠杀自己的孩子的基础上 吹嘘的辉划 那不邪恶 对吧 我觉得后来发生的一切事情 是在那个基础上 而在此之前发生的事情 同样是对人性的扼杀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些事情 你要融在一起的话 会让人们 我现在在说报应 你能觉得亏的吗 你能觉得我化痕吗 从2001年2002年 开始大规模活摘器官 贩卖器官 到2006年被揭示出来 中共一退再退 结果当时很多人 把这种真相 在告诉普通的中国人的时候 中国人说这些人都是疯的 很多拒绝真相的人 把那些告诉你真阳真相的人 称为疯的 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2008年的大屠杀 对孩子的屠杀 三对五奶粉 涉及到几千万的孩子 结果杀了几个农民 农民关你屁事啊 杀了几个农民 说全国几千万的孩子喝了毒奶粉 是这几个农民干的 到今天 只是赵连海冒了个泡 有多少男人 为你的孩子冒个泡 男人被扼杀了 在现在我们再讨论这些 今天被拿下的官 可都是从那个时代经历过来的 你跳楼也好 你自杀也好 你今天被拿下也好 表现现实的环境当中 是中共的权斗 现在的人为了获取民心 但他杀你 为什么能获取民心呢 是老百姓恨死了你们 不是就是这道理吗 多简单 用文化人思考吗 不用 对不对 北京卖羊串都知道是这回事 板爷也知道 很多朋友说 涛哥就是板爷水平 对 就是板爷水平 板爷看得明白 中国的文化人 很多人都是蚯蚓 连骨头都没有 所以拒绝承担 那个体质之下的文化人 没文化 文章提到说 9号早晨 校赶市的应该是市长 跳楼了 这个在昨天 我在这个 这个推特上看到 而在头一天8号的时候 信阳的一个 叫什么文化局的局长 跳楼自杀 那他讲 2013年1月1号 到2014年4月10号 一共有54名官员 非正常死亡 那自杀者占了40% 其中有8个跳楼的 然后讲说官员自杀 隐退反映了现在反腐浪潮之下 中共官场人心惶惶 那因为这一次反腐的力度 规模和时间之长 超乎了人们预料之外 那中国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 吕贝卡说很多人在反腐运动开始认为 大规模反腐败 意味着没有人会受到严惩 因为法不责众 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的权力 在握的一种名证 这不是权力在握的一种名证 在获取 在真正掌控权力的过程中 真正掌控权力的过程 但是如果按照我刚才跟大家分析的 从活摘器官的基础到百年奥运的喧嚣 而百年奥运的喧嚣的前 大地震死了不知道多少孩子 后被揭示出来 几千万的孩子在喝着天下第一品牌毒奶粉 借助百年奥运 当时中共的主要的宣传手段 要树立中国品牌 被选择的就是三鹿奶粉 在9月1号播出 中央电视台播出 而我忘了那是谁主持的了 咱们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新闻系统播出的话 一定跟李东升有关系 你想想吧 李东升把中央电视台做成窑子 培养女人给当官的宋 然后宣传中国的三鹿奶粉 经历过一千一百道检测程序 这是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 我说这吹牛也不能那么吹 哥们做奶粉 一千一百道检测程序 什么东西啊 所以文章他提到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担心下一个轮到自己 那我觉得这是 这就不用说了 反正就这么回事了 那文章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反腐是否会影响到经济 那尽管没有数据表示 但反腐影响了中国经济 路透社引用北京华创证券的分析说 仅反铺张浪费一项 可以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拉下0.4% 中纪委三月份表示 由于开会和海外公战的支出和2012年比 下降了53%和39% 高档烟酒 名贵手表 豪华车 五星酒店的销售们 开始担心自己的声音 我跟大家解释过 党国的辉煌 是放纵了每一个人人性中的欲望的一面 而扼杀人性中素养的一面 珍贵的一面 所以把人都变成了经济动物 把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把人变成了欲望的受害者 自残自己 在这个整体的背景之下 出现了这个场面 对吧 当出现这个场面的时候 那今天的中国社会 如果在反腐的烙场中 可以拉下中国的GDP0.4%的话 那不正反向硬核了圣经启示录当中提到的 最后的魔鬼是大淫妇吗 你可以不相信神明了 你可以不相信预言了 你可以什么都不信了 但牛连你坐在那 想想你自个是谁吧 你会发觉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 你就知道自己是块肉 我没埋在你 一位在德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 曾私下直白的对德国之声的记者说 曾经想留学回国考公务员 然而现在谁还想当公务员 这句话就对了 公务员就是贪婪与腐败的特权阶层 进入公务员就是为了自己能够挣上别人挣不到的钱 卡上别人卡不到的位置 在讲当年报考公务员的人 能够以人山人海的概念去形容 这就是我说 这个制度摧毁了做人的道德 在现实的环境当中 人们明明知道在那样的地方会扼杀人性的 但是人们的想法就是钱 所以中国的社会是个买肉卖肉的社会 在党的控制之下 这个很简单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 一个北京公务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讲 他所在科室的人员被要求上报家庭财产 并表明是否有子女亲属 在海外 在海外 说毕竟习近平反腐的 也将枪口对准了罗冠 所以我个人的说法还是那句说法 对修行者的迫害 这些人会以各种的方式遭到报应 你别不爱听 媳妇都不跟你说爱听 老公今天晚上跟你说爱听 他在外头刚花完 他觉得有愧对 那这个北京公务员对路透社说 有一句恐惧和不安的气氛 没有人想招致不必要的注意的事情 这就意味着现在办公室里很清闲 所以为什么是清闲 为什么原来不清闲 那你的不清闲 你的钱能来是哪来的呢 那谁又支付这样的可能让你们能够挣到这些钱 那人们为什么不去思考 在这个过程之下 相当一部分人他客观的造成了助纣为虐 所以才会出现我们说整体的场面 所以才会迎合在预言当中说的大审判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